因应新冠状肺炎对国内产业贸易的冲击 新北市国际采购商洽会采视讯的方式 邀请到了20家以上的国外企业参与线上洽谈 协助新北业者开拓海外商机 同时为新北市数位健康产业开创新的国际合作市场 新北国际采购商洽会是海内外采购的重要平台 这次活动以健康产业搭配资通讯产业 规划了四大洽谈主轴 一个是防疫专期 把防疫的很多的产品 在这一次新北市跟中央做得很好的 这些防疫用品跟全球极西药这些产品来借接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的健康促进跟保健 在新北市比比皆是 因为新北市有很多医疗专业在新北市 再加上我们用一个智慧医疗 因为现在科技的方便性 智慧医疗变成我们很多民众跟医疗体系结合的一个好方便的工具 再加上我们的智慧居家 智慧照顾 我们把这四个区 都是以医疗以健康产业为主着的连结 来做我们这一次商榨会的四个规模的规划 带动新北起飞 一定要建立营运信心才能和国际接轨 新北市企业防疫超前部署 现场也展示了目前国际市场很需要的防疫产品 每支特技业也分享多次参与的经验和收获 那在活动上除了可以搭建国际产业的一个关系之外 参与的一个现场的展示 也是可以让国内外的一个交流 那尤其是国内的产业间 也可以做互相的一个区域 的一个产业区域的整合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缘 去年度我们在会场中 结识了新加坡的合作伙伴 那活动期间呢 也采购了我们的一些智慧尿布的一些样品 那以及心脏的监测仪 那隔月我们就前往新加坡去做进一步的商谈合作 那因为活动建立了一个初步的连结 后续经由这个双方的往来的一个确认需求 确实达到业务的国际退展 拓展及买卖 新北京发局预估今年采购商家会 能创造超过三亿元潜在商机 商家会报名自即日起到六月三十号指 有兴趣的企业请把握机会 赶快报名掌握商机 记者房间凯新北市采访报导 好 好 感谢观看